师父我还想问一下 为什么有的灵性 就是在身上 就打他的孩子容易在妈妈的腰上 弄妈妈复刻 但是有的灵性就是 躲在房间里 不是在人家身上的 在房间里的就是地方的灵性 不是身上的 身上的灵性就直接在他身上 他不肯走的 在房间里的那是房子的要经者 所以可能是根据 你住的房子的环境 地啊 还有外面引进来的 就不是应该在你身上的 这个比较念实际上 很快的就能就能把他请走的 实际上的至少一千张 他做不了 你听得懂了吗 哦 但是有的时候看 师父听读的说 哎呀你家里有一个爷爷 他坐在你厨房里啊什么什么 那就是因为你不欠爷爷的 已经结束了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来问你要债的 他跟你他死掉之后他就知道跟你缘分已经断了 根本不欠不不不不还呢 明白了吧 嗯嗯那有些东西 为什么喜欢躲在厨房里 然后躲在屋顶上呢 我问你啊 屋顶上是他们到这个房间的第一步 先到屋顶上 他们到了你房间里就不能在你房间里走来走去 他只能躲到屋顶上 他躲到大门这里就出去了 你说他看那什么地方躲啊 厨房为什么 饿死鬼知道吗 要不要吃了 知道 你为什么要供卤猪啊 为什么给那些鬼要供这些 供这些东西啊 他们不吃的 他到你厨房里翻你冰箱你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晚上放的好好的 第二天冰箱一开里面乱七八糟的 谁动的 还冤枉自己孩子呢 鬼动的 听得懂了吗 哦 听得懂了 哦 知道了 感恩师傅啊 你知道了